一个不倒温出现在讲桌上 他要和教室里的36名学生玩死亡木头人的游戏 如果他回过头来还有同学在动 他的脑袋就会炸成一地红珠子 只有在倒计时结束之前按下他背后的按钮 这场杀戮游戏才会被结束 否则在场的所有人都要死 9分钟过去了 36名学生只剩班长和高灿还活着 现在倒计时只剩不到10秒 关键时刻班长蹲下身子 把自己当成垫脚石 直接把高灿送向讲台 最后一秒高灿成功按下了按钮 就在两人庆幸活下来的时候 班长的脑袋突然炸开 原来只有按下按钮的人才有资格活着 高灿惊慌失措地爬出教室 正好遇到了青梅竹马的小花 同样经历了死亡游戏的两人 想要逃出这诡异恐怖的学校 然而却误打误撞地跑进了篮球馆 除了他俩 这里还有一些穿着老鼠人偶服的幸存者 就在众人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 地板突然打开 随后一只十几米高的招财猫出现 还不等众人反应过来 招财猫张开大口直接吃掉一名学生 众人被吓得四散而逃 可仍然躲不过招财猫的捕杀 就在这时 一只铃铛出现 他们必须要在十分钟之内 把铃铛投进招财猫脖子下的篮框里 才能结束这场游戏 篮球小王子健壮接过铃铛 然后一个标准帅气的三步上篮 眼看铃铛就要落入球框 突然招财猫的胳膊动了 铃铛被他截住 下一秒 篮球小王子直接被砸飞出去 现在招财猫更加疯狂地捕食学生 这时高灿意外发现 招财猫只会攻击穿着老鼠衣服的人 学生闻言立刻脱掉人偶服 果然 招财猫停下了攻击 可还不等众人喘口气 他又张口叼走了一名学生 没有了老鼠后 他就只能吃人 就在小花要被吃掉的时候 高灿竟然主动换上人偶服 吸引招财猫的注意 在躲过数次攻击后 高灿注意到了地上的篮球皮 此时他心生一气 叫着小花抱起铃铛 跑进了气才是 等两人出来后 他们怀里都抱着被包裹起来的球状物 招财猫根本分不清 哪一个才是铃铛 两人一起向前跑去 高灿却不慎露出了手中的篮球 现在招财猫知道 小花怀里抱着的才是铃铛 他一把抽飞包裹 然而里面却滚出了一只篮球 原来高灿是故意让招财猫看到 包裹着铃铛的篮球皮 从而误导他的判断 眼看铃铛就要投进篮筐 却没想到他只是砸在了筐边上 就在众人绝望之时 天谷突然出现 一把接住铃铛灌进篮筐 游戏结束 众人终于活了下来 可接下来还有更残酷的考验 等着他们 一只巨大的招财猫出现在篮球馆里 他肆意地捕杀着在场的学生 终于有人把铃铛灌进了篮筐 杀戮游戏结束 到现在四十人 只活下来三个 随后 他们又被打散 传送到下一个游戏空间 在这里 四个木偶正围着女生唱歌 等歌声结束 女生要在十秒钟之内 猜出他身后木偶的名字 如果猜不出来 他就要死 很快十秒钟过去了 女生没能猜出木偶的名字 随即木偶眼中射出红光控制女生 几秒后 女生竟然被他们深深撕裂 现在木偶又盯上了高灿的老同学杨子 杨子直接被吓得瘫软在地 高灿见状 挺身而出 他要替老同学参加这场死亡游戏 很快歌声结束 高灿绞尽脑汁也想不出 身后到底是哪一个木偶 就在他们宣布高灿死亡的时候 高灿突然说出了身后木偶的名字 原来在上一局游戏的时候 他偷偷录下了木偶说话的声音 随后又在本次游戏结束前两秒 放出录音 引诱其他木偶说话 于是高灿就能根据他们的声音特征 和排列顺序 轻易地推断出身后木偶的身份 游戏结束 木偶直接原地爆炸 随后通过考验的七个人 一起来到了被冰雪覆盖起来的澡堂 突然一只白色巨熊从天而降 他就是本场游戏的主宰者 但他带来的考验是有史以来最简单的 只要用真话回答出每一个问题 就能通关 白熊问他们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 众人不假思索轻易答出 可白熊却说有人撒谎 如果两分钟内没有交出说谎者 那么在场的人都要死 他们慌了 其中三个人把矛头指向喜欢吃香菜的小胖 因为他们觉得没人会喜欢吃香菜 下一秒 小胖直接被砸死 随后白熊问剩余六人是否喜欢高灿 他们赶紧说出答案 但白熊人说有人撒谎 高灿感觉不对劲 案例说在这种问题上根本没有必要撒谎 白熊听了这话告诉众人 其实在他们中间才有他的同伙 只有找出卧底 他们才能活下去 随后又有人把矛头对准了羊子 高灿来不及阻止 羊子被直接砸死 这时高灿终于发现了真相 原来这所谓的白熊 竟然是一头伪装起来的黑熊 其实从始至终都没有人说谎 说谎的一直都是黑熊 他在想方设法地杀掉所有人 识破黑熊的阴谋后 高灿天谷联手把他困住 黑熊扶珠 剩余的五人再次活了下来 现在他们只需要通过最后的考验 就可以离开这个恶魔般的地方 这是神明在人间部下的杀戮游戏 一旦进入游戏空间 就要做好鲨鱼被杀的准备 但这游戏并非自愿参加 只要被选中了 除了此就只能坚持到底 如果能够通过所有考验 就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好处 四场游戏结束 数万人只活下来五个 现在他们只剩下了最后一关的考验 就在五人讨论游戏的时候 宫殿的大门突然打开 随后三只套娃出现 他们告诉五人 最后的游戏是最经典的捉迷藏 规则很简单 最开始猎手需要拿到城堡上的罐子 放到指定地点 在此期间猎手以外的人要躲起来 后面被猎手抓住的人 就会被关在牢房里 如果有人能在天黑之前踢飞罐子 就能救出被抓住的人 但是罐子一踢就会爆炸 也就是说最少会有一人死亡 游戏结束的时候逃到最后的人胜利 相反 如果猎手抓到三人祸以上 那么胜利的就是他 游戏开始 无人通过抽签决定游戏角色 可偏偏是实力最强大的天谷 抽到了代表着猎手的红签 其他人见状赶紧选找藏身地点 天谷丝毫不慌 他一脚踢飞套娃轻易拿到罐子 紧接着又在半分钟之内 抓到了两个躲起来的人 随后高灿两人也被他找到 小花为了给高灿争取到逃跑的时间 竟然牺牲自己去拦住天谷 不出所料 他也被关进了牢房 现在天谷已经抓到了三个人 只要守住罐子 游戏结束 他就会自动胜出 另外一边高灿陷入了纠结 如果一直藏下去 他也可以获得胜利 但这样小花就会死亡 最终高灿决定牺牲自己 他设计困住天谷 然后一脚踢飞罐子 可是想象中的爆炸并没有发生 那所谓的爆炸不过是套娃开的玩笑 而这也只是一场游戏 不会死人的游戏 现在他们完成了所有的考验 吃完冰棒就可以回家了 可他们吃完发现 木饼上竟然写着生存或死亡的字样 原来运气才是他们最后的考验 小花和另外两个人抽中了 写着死亡的木饼 套娃眼中射出激光 三人瞬间被烧成灰烬 只有高灿和天谷活了下来 现在两人获得了神的力量 而人们把他们称为神之子 看完这部要听神明的话后 很多观众都被神木精湛的演技圈粉了 尤其是他那邪恶的笑容 简直把高智商变态演得唯妙唯笑 在片场的时候 他甚至可以根据导演的指示 瞬间完成本人到天国的转变 不过除此之外 大师兄还有个疑问 真的有那么多人讨厌香菜吗